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年初四的第二節我們繼續關注本港的情況 話說昨天就是年初三尺口 很多善信去到沙田車公廟上香祈福 車公廟門外設置了安心出行的QR Code二維碼 昨天已經開始使用 但是根據記者在現場觀察所見 絕大部分的市民都是拒絕使用安心出行 寧願去人手登記那一條隊 結果在車公廟門外 就排隊排到打了蛇餅 結果要輪候三個小時才能進入上香 可見市民對於安心出行的擔憂程度是去到哪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分享我們的節目 謝謝大家的支持 昨天有很多善信去排隊人手登記 記者訪問過他們 不少人就擔心安心出行是會記錄了他們的行蹤 私隱受到損害 當然也有部分的長者 其實就是純粹不知怎樣來用這個安心出行 沒有相關的知識 所以就索性都不安 無論是什麼原因都好 其實就已經反映得到 市民對於安心出行的戒心就很大 現在有不少人就是處於一種見步行步的狀態 總之他可以不用一天的時候 他就不用一天 特區政府之前就放了風聲 說從年初七開始 有部分的場所就是會開放使用 比如說這個 健身室 或者是美容院 甚至乎是晚市的堂食 但是先決條件就是要求 市民進入這些場所的時候 要掃一掃那個安心出行的QR Code 當然他們有保留一個人手登記的渠道 以確保有部分人不適用 或者就是 沒有智能手機 有很多市民都已經說到 就是說 他們堅決不安心出行 寧願不帶一部智能手機出門 他們都要堅持 用人手登記 事實上 過往有不少新的措施出台的時候 初期當然會雷厲風行 有些人就會動實 盯著你到底有沒有把措施落實執行 但是 當時間長了以後 其實你都很難說規管得到那麼多 尤其是當權力下放到個別店舖 或者是商戶的時候 往往都會出現渣流灘的情況 你比如說這個量體溫 初期也有些什麼幫板 什麼督策 周圍就盯著你 到底你那個店舖有沒有裝這個量體溫的裝置 去到後期大家都知道 你好我好 大家好做就算了 在初期的時候 有些店舖的職員 當然就叫你 麻煩你撥高頭髮 給他量體溫 但是去到後期 現在大家知道 有些店舖 就是 幫你量一下 有些就是 幫你手量體溫 有些甚至乎就這樣放了一部機器 就自動檢測就算了 因為 如果你長期去做一個監察的時候 就會增加了一個政權的管治成本 你沒有理由長期派人走到周圍巡邏 或者盯緊別人到底有沒有落實某些措施 因為這件事對於政府來說是不可行的 到最後往往都是要靠市民或者商戶自律 不要說量體溫 又說桌椅要保持1.5米的規定 一推的時候又是雷厲風行 甚至乎找些人進去找赤度 但是大家去到現在都知道 很多店舖根本就懂 膠板就已經搞定了 市民一般來說都不會出聲 這些事情是不是 如果他真的這樣 硬性規定是1.5米 如果你輪候飲慘就輪到何年何月 所以大家都用膠板在這裏 都可以有一個保衛的時候 那就是 任由他算數 所以這個安心出行 我想如果開頭的時候 都是會雷厲風行的 一定就要求你說要掃這個QR Code 或者要人手登記 一定要做初期的時候 但是去到後期會是怎樣呢 那 會不會變成好像其他措施 這樣渣流灘呢 這件事情 你知 我知 單眼老都知道 特區政府當然也知道 市民是會想盡辦法來規避的 所以他們就想了一條條 就叫做自動感應 他們在研究這些科技 講這個 所謂的自動紀錄功能之前 我又要講一下 蘋果他們也做了一些實測 竟然走到一個運動場 就嘗試登記進去做運動 測試一下到底員工 有沒有遵守相關的規定 那記者怎麼測呢 他就用人手登記的方式來測 那個職員 其實就叫他登記完資料以後 安照他填寫電話號碼 試一下打下能 Leute 通不通 通的時候 就放行記者進運苗 那其實是否叫做 你好我好 大家都好 隨便地檢証一下 知道這個電話真實存在 就把這個放行 這個記者是說人家做得不足 竟然走去批評職員 說人家還不接聽電話 你怎麼知道那個電話號碼是屬於登記人的呢 這些根本就是矯枉過正 到底你是否支持這個安心出行的措施呢 你變相好像在為這個措施加持 老實說大家就是不想讓這個措施來監控 你就反過來說人家監控不足 其實你是想怎樣 本來人家看到你登記了個電話號碼隨便打得通 都放你進去跑步做運動 你得蝉好意衰回首就算了 你又要整篇報導登出來然後又說人家監控不足 其實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是不是你認為他監控得越多就越好呢 我真的不理解 說回特區政府搞的自動紀錄功能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昨天就說 安心出行最新的下載量累計就已經去到70萬了 特區政府就跟大學研究 為安心出行的apps加入自動掃描功能 計劃在部分的場地 就會貼上一些藍牙傳送器 當用家的電話接收到藍牙所發出的訊號的時候 他手機裡面的安心出行apps 就會自動記錄他出入這個場所的資料 並且會儲存在電話裡面 港大的研究團隊 就在校內進行模擬測試 知科辦 這個月底就會在合適的場所 例如是小巴 做一個實地運作的測試 所以特區政府也知道市民肯定會想盡辦法來規避 所以他就搞這件事出來 其實是有些霸王硬上攻的意味 就是焗市民硬吃 當然如果市民 他本身沒有安裝這個apps 或者他沒有開啟這個藍牙功能的時候 基本上就算你怎樣發射都好 他其實都不會接收得到這個訊號 你不安裝apps 不開藍牙 他就自然感應不到你台手機 其實市民現在這一種擔心 就跟當初說有些人擔心那個智能登柱是類似的 但是那些登柱是固定的 現在他們想安裝那隻藍牙傳送器就放在小巴那邊 小巴就流動走來走去 就是比之前更厲害 這個薛永恆局長就說下載量是超過70萬 關於這個安心出行的apps 其實也不代表什麼 就算他所說的這個數字是實數也好 真的當你有70萬人下載 香港就有750萬人 起碼還有600多萬人是沒有下載的 這班人我相信到最後很多都還會堅持 用人手登記的方式 你變了來說 有部份人也是沒有這個智能手機 他又裝不了 或者有部份長者 根本上都不會懂得用這些數QR的東西 所以我就相信 這個人手登記的方式 到最後都會長期存在 直到這個措施結束為止 如果不是有部份人根本上就不能夠進入部份的場所使用 當然我最後一件事都要說的就是 這個安心出行的QR Code 規定部份的場所規定一定要用 比如說食店 或者是健身室 或者是美容院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其實對於那些店主來說 態度是要寬容一點才行 你不能夠在這個問題上去鬥王 其實是很無聊的 但是我看到仍然有些人是這樣做的 比如說有些黃店 難道他為了不放這個QR Code出來 連堂食都不做嗎 人家已經等了很久要搞晚市堂食 恢復生意 你不能夠過度要求人家做某些東西 你將那個道德標準 層意過高 搞到人家根本上就很難達到這個標準 到達到你這個標準 基本上你不用吃飯 不用開店去倒閉 晚市堂食是很重要的 對於那些食店來說 所以他被迫都要放這個 安心出行的QR Code出來的時候 掃不掃或者你用不用 或者你用什麼人手登記 是個食客去決定的 你就沒有理由責怪那些店主 當然有部分店主 他就是風高兩折 他就堅決不肯裝這個 安心出行 就只是做外賣 那些你可以去加許他 你就多光顧他 問題就是你也不需要責怪 那些裝了這個安心出行的店舖 因為他是沒有辦法的 他到期時要安心出行的 難道不開店 那些工人都要吃飯都要出糧 是不是批評那些人去養呢 所以有些人往往就是 當那條紅線沒有殺到自己的時候 就站在道德珠峰那裡 指天篤地 就算人家那家黃店也好 什麼店也好 他放了QR Code的時候 用與不用就是 食客或者用家自己來決定 所以我就覺得道德標準 是應該求諸 既然不是求諸人 如果你說 一家黃店 他裝了這東西 就為之不是黃的時候 我想很多黃店都要倒閉 是不是 所以在這些問題上 就是要寬容一點 將道德標準定得那麼高 豈不是會趕絕了那些黃店 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些人 是什麼居心 是不是立心不良 好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